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一下 成DoubleSpringCloud到服务网格的一个平环眼镜实践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呃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目前的话是在阿里云服服网格团队城市ServiceMesh云产品的研发和架核设计相关的工作 主要专注于那个ServiceMesh和英卫网光 然后还有就KBUS容器平台这一款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微服务框架Double和SpringCloud 然后接着介绍一下那个Eastio的架构以及Eastio的一个空置面和数据面的一个基本介绍 然后回到主题就是 像Double和SpringCloud这些传统的微服务框架在切移Eastio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法 最后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微服务框架它会涉及到哪些功能 这一块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服务化的一个架构 通过网关访问后端的服务 然后后端的服务 在微服务领域里面的话 就是可能不同的业务 它拆封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但都会涉及到这么几个模块 然后微服务领域其实核心我们要讲的一些功能 大家可以通过右边这个柄图来看 首先第一块就是服务通讯 服务通讯的话 这里我把它归纳为几大类 第一个就是RPC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REST4加HTP RPC的话是常规 我们了解到有一些 比如说像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加PC 然后还有百度的BRPC 还有那个Shrifter 还有就是国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RPC协议Double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可能也在一些生产环境在用 因为有一些大厂 那其实也会有一些自己定义的一些私有协议 然后看到第二块 服务治理 服务治理这一块的话 其实常规的话 我们一般讲的话都是服务发现 然后服务发现涉及到的那个健康检查 以及那个负载均衡流量流量管理 包括打标和路由 还有就是服务服务那个预热 什么是服务预热呢 其实在Java的那个Spring Cloud 或者是Double里面是一个很常见的功能 就是我Java应用在启动 刚启动的时候 我需要预热一段时间 然后在预热的这个时间点 或者一个过程的时间段里面 给它分辈较小的一个流量群重 还有就是限流人断降级 这是常规的一个在服务领域 服务治理领域比较提到的 比较多的一个功能 当然还有一个像Eastro里面提到的 就是故障注入和从事 还有一些就是除了服务通信和服务治理以外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可观测 可观测这一块的话 包括一般常规讲的话就是三大 一个是Matrix 一个是日志Log 一个是Trace 然后从不同的维度来看的话 它是包括了基础监控 就是系统的 比如说像我的落的节点 我的业务所在的POD 它的CPU内存 网络这一块基础的监控 也包括应用级别的监控 比如说像我通过应用级别的业务提供的Matrix 我可以统计业务测的我的出的那个请求的那个次数和入请求的次数 以及每统计的它的那个详细时长 以及那个我们说的业务之间的就整个调用链的一个TWIS的一个一个一个TOP结构 这都是在可完成领域的 然后除了这些还有就是在服务 服务调用的一个 还有一个安全 安全这一块 安全这一块 我们常规的 就是现在认证 健全 有了健全肯定是有授权 这几大块 然后我们接下来 着重看一下 在这几道微服务框架里面 它是怎么涉及到这些点的 国内常用的几个微服务框架 就是比如说像Double Double应该是在阿里在开源之后 然后在国内的一个电商 包括一些那个大型的一些平台都会有Double的一个试验 SpinCloud SpinCloud也是用的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SpinCloud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就是SpinCloud的话 它是 它其实是一个定的一个规范或者一个标准 它的一个实现的话其实是有很多 比如说SpinCloud的阿里巴巴 SpinCloud的Netflix 还有SpinCloud的Concel ZK 还有就是Eastel Eastel这一块的话Eastel作为微服务框架的一个后期织绣 它更多的是融合了那个原原生的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优点 然后通过一个声明室的一个方式 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控制面 能够对服务制里进行一个声明室的一个配置 我们接下来着重来看一下这几大块 首先看到Double Double的话 其实Double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 它着重分为了几个版本 我们一般现在讲的就是Double2和Double3 Double3的话 其实对比Double2的话 它是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然后今天我们可能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还是Double2 今天着重讲的就也是Double2 然后关于Double3的话 在Apache RPC这一场 后面会有一些Double的一些 Double的一些关于Double3的一些分享 大家可以进一步关注一下 然后看到Double2的话 Double2的话右边是它的一个架构图 这一块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它是一个Consumer 然后和Provider统一注册到注册中心 然后会有一些监控的一个组件 提供那个刚才说的可观测的一些能力 但美中不足的时候 其实在Double这个阶段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控制面 能够去基于控制面的一个 一个管理的一个管理服务治理的一个方式 去统一针对每一个服务 进行一个服务治理的配置 Double的传统的一个配置方式 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配置中心的一个方式 有部分的服务治理逻辑 它其实是写在代码里面的 写在通过注解的方式 写在代码和代码放在一块 然后Double的优点其实很明显 Double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私有协议 基于TCP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RPC的一个协议通信 然后它是一个序列化的一个协议 类似于像GRPC 它不像ATB1.1 它采用的是一种文本的一种方式 所以它的通信的效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而且是一个双向的 另外一个就是 它其实刚提到 Double在国内的一些成熟的一些电商平台 经过了一些生产级的一个验证 它其实是有比较成熟的一个服务治理能力 所以很多一些传统的一些电商的一些公司 很多在比较用的一个是 Double这一块的一个框架 然后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的刚刚说的服务治理能力 对业务来说 它是业务侧的一个业务代码 它需要集成Double SDK 然后通过注解 通过一些配置的方式 去实现我的那个服务治理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负载均衡 比如说那个轮断 线流这些能力 它其实是 把Double SDK要放到代码里面来 然后通过对Double SDK的一个理解 然后通过注解或通过配置的方式 去达到我的一个服务治理的一个效果 它的缺点就是刚才说 就是它缺少了一个统一的控制面 然后没有一个显示的一个声明式的一个配置 可以直观的去看到我的那个服务治理 而且另外一块就是 因为有业务侧的一些代码需要和SDK的版本 它是一个强关联的 然后假设我的Double版本要升级的话 其实我是需要对业务侧的代码进行一个 就是构建 诚心构建 然后诚心发布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看到Spin Cloud Spin Cloud其实 就国内应该是有一些中小型公司用的比较多 然后它是一个开发效率比较高的 然后可以看下架构的话 其实和Double架构看起来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个注意中心 有点类似 有一个注意中心 有一个网关 然后也是通过配置中心 能够通过配置中心对服务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配置 然后它的核心的一些实现 其实就成架构的角度来说的话 也是基于sdk 然后业务侧也是需要通过Spin Cloud SDK的方式去集成对应的这个sdk 包含了一些自立自立逻辑 然后降级逻辑 然后比如说自由中心的一些对应的一些逻辑 缺点其实也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因为它不是采用的一种 也是采用不是采用了一种sdk的一种架构模式 它的升级也是需要和sdk的版本是强强关联强板定的 所以它是需要升级sdk的版本 然后才能达到一个升级的一个效果 另外一块就是它没有一个显示的一个 类似像在kbus里面 我们常规说的就是生命式配置这种方式 也是需要刚刚说的治理和代码 其实是治理逻辑和代码和配置中心 它是分界点不是特别明显 没有一个抽象的一个统一的控制面的一个架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服务网格 服务网格的话 这个对比之前的这个架构就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它通讯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是在业务provider和consumer这两边 都各自多了一个塞大卡 然后塞大卡的话 其实是会托管这个整体的业务的流量 然后业务的流量经过塞大卡的话 塞大卡还会决策这个流量的一个负载均衡 一个服务的一个调度 一个流量的调度 然后一个包括线流人端降级的一些逻辑 然后控制面的话 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控制面 能够实现通过一些配置 生命式的配置的方式 能够达到对整体的这个流量调度的一个 实时的一个配置 然后协议层面的话 塞大卡目前是ist的话 是原生支持 attp1 attp2 和那个grpc 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就是刚说 对于控制面来说 istd它关心的哪些配置 然后它是能识别哪些配置 第一个就是呈配置的角度 我们把配置可以分为那个一个是服务数据 一个是流量规则 服务数据很简单 就是常规说的那个我们要管理哪些服务 那istd的话 它通过对接服务数中心 能通过成服务数中心里面去发现 我要关心的这些服务 第二块就是除了对接不同的 组织中心 比如说像kbus lacos 比如说还有一些zk 其他的一些组织中心 istd它也支持通过service inche 通过workload inche 这样的一个生命式的配置 显示的去指定 我的服务的一个定义 另外一块关于流量规则这一块 istd它目前支持通过crd的方式 去配置流量规则 这些流量规则 它把它抽象为那个常规的话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rich service 第二个是gateway gateway是会管理那个 就是南北线的一个流量 通过一个gateway的一个crd 可以定义一个网关 去管理 整个服务网格的一个入口 和一个出口流量 然后destin rule destin rule的话 可以管理服务的版本 以及服务的一些连接池 和一些负载均衡的一些规则 这是从istio控制面来说 它那个关系的这些配置 首先它应用服务 通过服务助理中心 拿到服务之后 然后再通过运维人员 或者是技术开发人员 通过ech service 通过gateway 通过destin rule 这些声明式的配置 去针对服务 针对整个服务网格 去进行流量的一些 规则化的一些配置 然后istioD 它会握起 这些相关的配置 并且通过一个 XDS协议 把这些配置 定向的推设过 每一个服务 侧的一个SATA卡 或者是网关 然后istioD 刚讲到就是控制面的一个 它关心的一个配置 以及它的一个流量的 一个生命式配置的一个逻辑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简单的一个 istioD的一个流量模型 然后这个图的话是 运维人员可以通过 定义流量的一些规则 然后pilot会握起这些规则 然后给对应的sata卡下发配置 然后sata卡 它它接收到业务测的流量的时候 它会基于这个配置 做一个 复杂均衡 做一个流量调度的一个规则 这个图的话是讲解的是说 Service A和Service B 两个服务之间的一个流量 我们可以通过定义一个规则 然后让99%的流量 路由到Service B的 对应的这个V1.5的这个版本 然后让1%的流量路由到V2.0 这个Alpha的这个版本 这个通过istio来做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只需要通过一个 dc rule定义两个substate 然后通过RatioService 然后针对这个流量 做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 权重的一个负载均衡就可以了 然后看到前面的一个流量模型 我们再看一下 istio这一块 它的一个流量 到数据面这一侧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istio实现的话是通过Ibitable 通过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把业务的一个流量 通过Ibitable 通过Ibitable 程定向给了这个satacart的这个进程 然后这是一个satacart 托管流量之后的一个 在satacart内部看起来的一个流量的一个 出和一个流量的一个root的一个示意图 这里有两个port 首先第一个就是 上面这个app 他会经过outbound去访问下面的这个port 然后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 对于 业务向外发起的流量来说的话 他经过Ibitable拦截之后 他会经过 首先是一个接听过滤 然后到一个l4的一个过滤器 然后再到一个那个l7的过滤器 l7的过滤器 就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像atp connection manager 就是他是会管理那个 atp1和1.1 以及atp2 像globc的一个流量的一个 一个一个解析 然后通过解析流量的一个 然后再往下走 走到一个子field 这个子field 会经营流量的一些原信息 会做一些定向的一些路由 和一些服务之理的一些逻辑 然后这个流量发出来之后 首先他会决策 就通过这outbound 他会决策 我要发完我的上游是哪一个 然后我的上游是会经过一些连接词 然后以及一些那个 在建立连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metadata 一个change 去和上游的这个服务 交换一些服务的原信息 然后当我选择了一个具体的 一个上游连接的话 我就请求就 被流转到这个上游的这个服务 然后上游的这个服务 他同样的 他也会对于他的一个入口请求来说 他也会经过Ibitable Ibitable被拦截到了 他对应的这对应的Satica 然后在Satica一样的跟那个 出流量类似 他也会经过监听过滤 以及L4过滤 以及L7的过滤器 然后再 请求到他对应的这个 后端服务 前面讲到就是控制面 然后以及他的一个 数据面的一个流量的一个流转 然后这里可以看一下 就是Ibitable对7重协议的一个路由模型 这里为什么要讲这个了 其实 主要介绍一下这一块 主要是接下来会 后面的话会有SpinCloud的一个路由模型的一个 一个理解就是怎么去SpinCloud的在签Extel 怎么去基于这个路由模型 我们要做哪些改造 可以看到Extel对7重协议的一个路由模型 这里主动讲的就是HTPE1加PC和Double 然后它的路由模型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理解一下就是对于Extel来说 也就对于 数据面的因为来说 他接收到流量之后 他能通过解析流量里面的协议 拿到协议请求的具体的一个原信息 比如说像HTPE1 我们常规理解的话就是 会包含在请求的那个原信息里面 会包含我请求的目标的host 以及UIL里面的pass 然后方法 我到底是用get的方法 还是用post的方法 以及请求的一些header 包含哪些header 然后header的话其实是会比较丰富 比如说我的那个 我是来自于什么样的一个争端 比如说iPhone 我可以通过useagent的去区别 以及我的那个远程的这个客户单的IP 我可以通过 XFFheader去区别 然后以及那个 比如说我的具体的cookie 然后我包含了哪些相关的一些刹下文 然后GIPC其实和HTPE1.1比较类似 然后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 关于目标服务 它其实是 对应host 对于HTPE1.1的这个host 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 一个字段叫authority 然后其他的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double这一块 对double协议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就知道它其实是在double调用 请求发出来的时候 它那个协议的一个格式 它包含了那个目标请求的一个服务名 然后以及我调用的这个iniface下面的这个方法 以及我要针对这个方法 因为它是一个IPC嘛 然后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就是那个iniface下面的一个function 一个函数 然后以及我要给这个函数传的一些参数 我们可以基于 istio可以基于这些原信息去实现的一个路由 或者是一个调度流量管理的一个模型 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扩展的一些支持 然后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然后前面就讲到istio对于流量管理和路由模型 然后istio它其实是通过 握起一些配置 然后这个配置 包括服务发现的一些配置 然后就服发现的一些 比如像service entry 然后服务处中心里面提供的一些服务信息 以及那个流量的一些 声明式的一些配置 与些service 然后它通过握起这些配置 然后把这些配置 通过XDS翻译成一个数据面 因为能词别的一些配置 然后这些配置它是怎么对照的呢 就是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对照 就是右边这个图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来看一下 就第一个就是 这个配置里面 比如说这一段有一个 这个Domain 而且host下面有一些Domain 这个Domain其实对应的就是 ATP协议里面的host的字段 对应GPC的话就是authority字段 然后这个请求的这个信息里面 它是会基于这个host字段去做一些匹配 然后如果匹配 然后如果匹配你是属于这个Domain的 这个范围内的 它就会走到这个对应的这个流量的这个路由的这个里面 然后root里面也会有match 这个match的匹配的逻辑也会包含 就是刚刚说基于header 基于pass去做一些匹配 然后如果匹配的 这请求是匹配这些原信息的 那它就会基于这个路由的这个对应的action 会路由到对应的这个cluster 然后这个cluster里面也可以配置一些关于这个服务的一些 比如像城市啊 然后 城市的次数 然后城市的一些条件触发 这样的一些规则 然后讲到XDS的话 XDS其实是因为的 因为对外暴露的一个动态配置的一个接口 然后目前是成为了一个数据面的一个统一数据面的一个协议格式 可以理解为是 然后这种格式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们强会讲到数据面的话 其实啊 对比因为之前有一个大家用的很多的就是ngix 然后因为对比ngix的话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出入 就是因为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动态配置接口也就是XDS 然后控制面也就是istio 它会基于因为爆了这个动态配置接口去给数据面动态配置 它的一个路由 一个以及它的那个服务的一些信息 以及它的那个要接听的哪些端口 这些 这些DS的话 它会在XDS里面 它会 被抽象为几种 一种是LDS 就是sidecar也就是数据面 它管理了哪些 它模拟代理了哪些服务 和端口 以及这个服务和端口 它对应板定的这个协议是什么 然后LDS它监听这个端口之后 当它收到请求了以后 它会基于哪些 它也包含了哪些路由信息 然后请求如果面中了这个路由信息 它路由到的一个目标的一个集群是什么 然后以及这个集群下面有哪些实力 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型 下面这个图的话 其实是因为在服务网格领域 现在其实是也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架构模式 就是 控制面还是istil 然后对数据面来说 不再采用那个 就是啊 就是有另外一种架构设计 就是可以不使用sidecar的模式 我可以使用那个 啊 就是不使用sidecar也就叫postless 然后 它可以基于sdk的方式 然后但是这个sdk它有那个 啊 sds它能识别sds 然后控制面给它推了这个sds的这个 流量的一些路由的一些逻辑 它可以识别 然后会通过这个配置 也会去顿态的管理这个服务的一些路由和那个流量管理的一些能力 嗯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在核心看一下 就是istil和inware的一个配置的一个硬色关系 然后在云烟生的场景下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配置更多了 都是一些声明式配置 比如说像服务 服务的话其实是会有那个 就服务信息 服务信息的话 就常规的话 我的我的业务不在kbus里面的话 我们会 嗯 会有两个资源 一个是deployment 一个是service 然后其中的service它会关联 啊 就刚说就是会定义服务的一些 啊 端口 然后以及它关联的那个服务实力 关联的deployment 对应的selector 然后对应的会有kbus的endpoint 然后这些信息对照到inware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刚说listener 以及root 以及cluster 然后以及还有就是istil抽象的一些资源 这里大概列出了这么多 大家可以回头可以对照一下 其实主要是涉及到这些资源 它这些资源 它啊 和inware里面的配置 就lds 然后rds 以及cds eds 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印射关系 istil微服务自己能力总结 其实就刚才说的就是对比前面的那个double 对比spincloud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它采用了原原生CRD的一个生命室 方式进行流量配置 啊 它不再采用 比如说我要通过一个 啊 注册配置中心 通过配置的配置中心去同步这个配置 它这里的配置其实很大的一个差异就是 啊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它是一个生命室的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配置 就是我可以通过coop control 然后直接写一个yam去做一个流量配置 而不是说我要通过一个 比如说配置中心的一个界面 我要通过登录到这个系统里面 然后去通过啊 这样的一个表单的方式去做一些配置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yam这种格式相对来说就是啊 就是生命室的方式就是仁义理解 另外一块就是也方便和那个类似于像 DevOps GitOps这种CD的编排系统基层 啊 比如说我可以通过啊 阿口CD 我可以实现那个服务的一个 编排 我编排包括哪些呢 就第一个就是我可以编排服务的一个镜像 通过deployment 然后部署服务 通过service 暴露这个服务的端口 暴露这个服务端口对应的协议 然后再通过 刚刚说的Eastio里面那些usuals destin rule 我可以实现这个服务的多版本 然后实现服务的蓝绿部署和精神却发布等等 呃 另外一块就是Eastio 他那个因为采用了那个 salecard这种价格模型 他是和语言无干的 然后呢 他那个啊 不需要一个sdk 然后他把sdk 然后单独拎出来做了 做成了一个单独的精神 然后采用这种浏览拦截的方式 可以做到和语言无关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这 这一块他是 啊 salecard他的能力采用了inway 然后inway 因为有多年的这个 啊 社区的一个成熟度 然后他目前是提供比较完备的服务 治理和流量管理能力 以及一些流量的一些可观测 以及认证健全体系相关的等等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 因为基于有了salecard这种架构 然后呢 对于版本升级来说 我们可以做到 因为salecard 他可以实现一个无感的一个升级 然后以及一个精神却的一个升级方式 精神却升级方式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 啊 某些特定的一些服务可以 先体验一个那个 比如说我我成1.13升级到1.14 我可以先那个尝试 使用1.14 测下来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 我再全量的去升级到这个对应的版本 另外一块就是 啊 149他有比较强大的一个可扩展能力 这个可扩展能力提升到哪几点呢 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在数据面 数据面因为通过wasm这种方式 可以自定义去扩展一些 一些插件扩展一些field的一些能力 然后另外一块在控制面 我可以通过啊 一些非常规的就是一些配置的一些选项 我可以通过inworldfield这个生命室配置 去打开和或者关闭某些选项 另外一块就是啊 还是回到整个整个社区来说的话 就是istil他其实和kbus 他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是类似的 就是采用这种crd的这种生命室配置去管理 整体的这个服务和流量 然后整体的这个社区的生态 是比较繁荣 然后接下来讲到就是前面讲了就是啊 spin cloud 然后double以及istil的一些介绍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到就是 如果是有一些右方他之前是采用了double 是采用了spin cloud 然后这些服务我想迁移到istil 是不是可以呢 然后啊 会有哪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接下来会着动讲一下这一块 第一个就是这些微服务迁移 可能大家在迁移过程中会遇到这些 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啊 部分业务可能比如说在发麻门的时候 做管轮更新的时候部分业务请求出现了503 为什么会出现503 其实这里核弹的一个原因就是 业务他其实像swing cloud和那个double 有很多他其实是采用的是 比如说rekey或者是nacos这种处处中心 他处处中心的同步 他是有一定的食言的 然后但是在kbus里面 你的那个健康检查和这个同步的食言 又没有保持一致的话 那对kbus来说 你这个请求他那个对于consumer来说 我那个provider其实已经下线了 可能在他来看来他就是还没有下线 那他也会把请求调度到这个实力上面去 那就会出现503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有一些那个像double 一些他他不是一个对easter来说 他不是一个支持特别友好的一个协议 没有提供一个统一的一个路由管理和复制的能力 这一块是怎么做的 你还有一个就是spin cloud 是不是我只要服务直接注入一个sata card 然后easter他就能管理起来了 另外一块就是如果我之前是采用了easter 然后easter针对double的一个支持能力比较弱 这一块是怎么解决的 嗯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一些场景 这些场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像一些啊之前采用了spin cloud 然后啊做东西采用了那个 然后之前可能是不在啊传统的那个虚机上面 然后现在我要容器化了 然后我在迁移这迁移过程中我怎么保证 我之前不在ecs不在虚机上面这些业 我和那个我迁移到容器化 部署在k8集群的里面这些业务我怎么互联互通 这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然后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通过把那个 两边的一个服务都统一注册到一个lux注册中心里面 然后让右侧这些注册到部署在k8集群里面的easter 9d他能够去通过mcbo xds这个协议去同步这个服务中心信息 这样的话其实是两边的服务是可以互相调用的 还有一些就是啊可能不同的业务 然后特别是一些大的一些公司啊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啊基础业务 然后他会突然某某事情断他收购了一些外来的一些业务 比如说像阿里这边其实是会有标点一些啊 比如说像啊阿里收购了一些其他外部的一些啊公司 然后技术架构一开始是不统一的 他怎么去采用这种这些服务要融合到整个体系里面来 比如说注册比如说那个一些系统一些对接 我怎么去调用其他系统 然后这些多颜的服务他怎么互通 其实是啊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解法 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采用这个塞拉卡这种方式 因为我不仅仅是要服务能调通另外一个维度 其实是还是我要能提供统一的一个服务自己能力 然后关于double前面讲到一些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关于double前面服务istio 我们遇到会会遇到哪些问题的 第一个其实就是因为社区的istio版本 其实对于double他确实是没有提供那个 啊整体的一个支持啊 因为对double这一侧的话 我有阿里这边是贡献的一个对针对double协议的一个解析 但是对istio社区来说他并没有一个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由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关于助育中心 那助育中心的话就是double这一块可能常规用的是zk 还有一个lacos 然后istio他怎么去和这个助育中心保持同步 然后去发现这些服务呢 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istio支持double这个架构图 然后这个架构图的话其实是一个 就和double那个架构图其实是有些类似啊 唯一的一个点就是在double架构图里面多了一个赛特卡 多了每一个业务多了一个赛特卡 然后多出了一个istio d 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控制面的一个管理 然后consumer去调Provider 他会间接的通过因为流量拦截的方式 就是走ip table被拦截到了这个赛特卡 然后由赛特卡去增转这个流量 然后赛特卡当赛特卡接收到流量的时候 他会去解析对应的这个请求 然后基于请求的一些上下文 比如说原信息去路由到对应的这个Provider的实力 做负载均存以及那个对应的一个版本路由相关的一些逻辑 然后目前的话赛特卡支持double协议解析和路由是在那个 啊 已经全量的支持了就是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啊 我怎么去配置这个路由的一些 他基于istio的那个user service 我能配置double的路由怎么去配置 这一块的话是 啊 阿里云这边a7的话是提供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功能 我可以去通过那个user service去配置double rds 这一块的实现的话就是我们直接在e4d这边通过啊 修改e4d的代码去增加了double的这个rds的一个支持 另外一块关于制度中心的话就是啊 像制度中心如果你是用nacos的话 那nacos它本身提供一个mcp的一个oxds的协议可以通过这个端口 然后istio t可以去直接发现这个制度中心下面的服务 如果你是采用其他的制度中心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刚才说的 istio4配支持double路由的这个rds的一个势例 这个user service其实和常规的user service其实长得差不多啊 就是可以看到啊这边啊对照hp的话 就是这里我们新增的一个字端叫double 然后在double这个结构下面我们是可以配置double的路由啊 结构其实是和htb的路由是很相像的 只是这个match的条件和那个啊匹配的这个字段 它是会有一些出入啊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match一个root 然后match的话我是可以matchmist matchmist里面的包含了哪些参数 然后以及这个参数对应的这个啊具体的这个值是什么 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matchroot的方式 也可以去做一些流量的一些管理逻辑 然后刚说到就是注重心除了lucos的话 然后其他的注重心是怎么支持的 然后这个我们通过了一个mcpbridge的一个组件 然后mcbbridge 然后统一提供一个啊 试配 然后去试配不同的那个 lucos zk console这些注重心 然后对外提供一个统一的mcp o xds协议啊跟那个控制面 i still d来去发泄 在这些注重心下面这些服务 目前这个mcpbridge这个组件的话 未来会开源 然后前面讲了其实更多的是double r 就是因为就是double 3目前啊 在处在一个初期阶段 然后可能很多一些生产级别的业务还在 还在啊更多的是使用double r double 3的话可能是使用的还相对比较少一点 然后double 3其实啊 在double r的基础上 其实版本迭代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啊 怎么说就是和原生这一块有一些 对那些失配的一些工作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 就是double 3提供的一个personess mesh 啊这个其实就是刚前面有有大概有提到就是 对于啊业务来说 我我其实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采用satacart的这种方式去对接控制面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啊 我比如说采用sdk这种方式 我直接可以在sdk测 他也能理解xds协议 然后通过sdk的方式去识别这个流量的这些统一的这个配置逻辑 然后去实现对流量的一些管理和治理能力 嗯前面讲了double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spin cloud spin cloud的这一块的话 其实嗯比较简单相对来说 嗯第一块的话就是我可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我左边的话我有个consumer 右边是有两个provider 然后这个provider和啊 consumer都连接到注重心 然后consumer去订阅了provider1的一个实力的一个IP 然后呃我塞了consumer在发起这个呃 承注重心拿到这个provider地址的时候 然后去决策去发起像provider1的请求的时候 会发出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写意的一个格式 就是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字段就是host 然后这个host的字段 他其实是consumer曾注重心拿到这个provider的这个 对应的所有的地址里面选择 通过负车均分选择的其中的一个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的话 其实是provider1的这个po的IP 然后这个请求被那个流浪拦截 被apptable拦截到赛特卡 赛特卡他那个解析得到这样的一个 写意的一个上下完的时候 他能决策他怎么去决策 就是我应该路由到哪一个目标的这个上游的这个服务呢 其实在easter这个模型里面 他是目前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这个host这个字段它是一个IP 然后在kpass里面这个IP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易变的 就是它不能代表不能代表服务 它不像那classIP不像suesname一样 它能代表这个后端的这个具体这个服务 所以他是对赛特卡来说 他是没办法去决策 我应该针对这样 我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应该去把它路由到哪一个具体的这个cluster 他的期望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对前面这个协议的一个请求来说 我期望的是说能不能把这个请求里面的这个host 能改成那个目标的这个服务名 或者是改成这个目标服务名对应的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classIP也就是VIP 基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 服务在发现这个就consumer 就加瓦应有在订阅这个目标的provider的时候 在订阅返回的这些服务的IP列表的时候 能不能再因为这一次把它的这个服务的IP列表 被它修改为那个服务名呢 那这样的话确实啊 consumer在进一步发出这个 sample write的请求的时候 因为本身你拿到都是服务名 那我发出请求的时候host的字段自然就是那个服务名了 这边的话 首先我们一开始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其实基于英文英文也它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可扩展性 我可以基于LuaField去扩展英文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逻辑 然后基于LuaField我可以相对比较简单的去 实现刚才说这个场景 我只要去识别之下这个订阅的这个逻辑 然后再识别一下这个订阅的这个逻辑对应的这个返回的这个协议格式 我把这个里面返回的这个内容把它修改为服务名就可以了 但这里其实它是有一个对Lagos来说 它本身那个注册协议相对来说有一个比较规范的理解 然后也是一个GDP的一个格式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通过LuaField的方式难过做到 但是对于其他的那个注重性 因为Spring Cloud还有很多的那个 比如说还会有大量的业务 它可能会使用的是那个Spring Cloud的ZK 然后对于这个注重性就可能就支持的那个就不是很好写 然后你也要去通过LuaField的方式去理解那个 就服务怎么去和ZK通讯的 然后怎么去订阅这个ZK里面的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写一个是长什么样 然后再通过LuaField 然后最关键其实是说 ZK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版本 然后比如说Lakos也有不同的版本 这些不同的服务中心 以及这些注重性不同的版本 它的兼容性其实是相对来说 通过LuaField去维护它是比较难维护的 所以我们后来想了一些方法就是 我怎么通过一种方案去支持这些不同的制度中心 以及对应的这个不同的版本 就是能做到和这个制度中心无关性 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其实是 跟前面的逻辑有很大的一个出入是说 Consum在前面是拦截的是流量的一个订阅的一个请求 然后去创改流量订阅的那个 创改这个流量的这个这个注册订阅的这个逻辑 那这里其实不是 这里其实是在请求发出来的时候 Consum发出这个请求的时候 它经过了塞特卡被拦截到了塞特卡 然后塞特卡它会做一个逻辑 就是会拿到这个请求里面这个host之断的这个POD IP 然后塞特卡拿到这个POD IP之后 它会基于本地做一个反向的一个DNS查询 然后通过反向的DNS查询 它成为那个所在的这个KPA集群的Code DNS 它能拿通过IP能拿到这个IP POD IP对应的这个服务名 当然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硬实的关系 然后塞特卡拿到这个硬实的关系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host的字段改成那个目标服务名 然后后面的逻辑就都是采用 对应的这个服务名来进行那个流量的一些逻辑 那这样的话就和天然就和Esteo的那个流量调度的那个模型对应起来了 这个其实对业务来说的话 就是Consum和Provider对业务的这个镜像 或者说对业务的这个容器来说 它其实不需要做代码层面 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只需要在控制面通过XDS去 enable这个能力就可以了 总结一下就是Esteo它其实可以 就是采用刚刚前面说的这几种方式去支持 double支持Spring Cloud 然后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架构 然后大家如果是有那个多语言的一个场景 然后也有一些Spring Cloud有一些double 然后或者说我就像那个 比如说像Spring Cloud的框架 我怎么去迁移到Esteo 那可以参考这些方案去实现你的那个 像服务框架像Esteo这样的一个眼镜的一个流程 具体的一个demo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去去玩一玩看一下这个逻辑怎么跑通的 然后在Esteo这边的话 我多讲一下就是Esteo 其实前面讲到的这些逻辑 这些对应的解决方案 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些服务网格 阿里云的服务网格 ASM提供的整套的一个 一个遗落地的一个方案 然后现在是开箱起用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访问 去看一下这个能力 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在常规的这个服务 这里领域的话 我们大概也可以看一下就是 我们其实Esteo服务网格也做了一些扩展 做了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本地线流和接口机轮断的一些能力的一些 一些扩展 然后我们可以实现就是怎么说 就是整个服务网格的一个控制面 一个数据面的一个一个扩展能力 然后基于这些能力的话 我们可以基于这个Esteo的这些逻辑 然后去实现怎么去管理这些服务治理能力 然后这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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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本地线流和接口机轮断的一个实现 然后这个VRG是我们扩展的一个组件 然后因为Esteo其实本身也在不断的向前迭代 然后VRG我们这边为了保证那个 就是和上游社区的代码的一个 一个快速的一个一个版本的一个升级 我们采用了这种非侵入式的方式 通过VRG这种非侵入式的方式去支持 就是自定性CRD 然后以及去通过自定性CRD 把它发一层XDS协议去同步给这个数据面 然后这里其实是信流的话 是因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 Nocle Rate Limit的一个filter 然后对于云断的话 我们是扩展了一个叫 com.arly云点Break的一个filter去来支持这一块 对于业务车或者对于用为人员和开发人员来说 我要配置一个云断配置一个线流的逻辑 我只需要声明的去创建一个 Astom Cycle Break或者是Astom No Care Rate Limit这样的一个CRD 那我们就可以去定义这样的一个云断线流规则 这个群聚线流也是类似的群聚线流的话 目前是我们集中的另外一个云产品叫Athos 开源的话是叫Sendernal 来去通过这样一个线流规则 OK 今天大概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些的 好 谢谢大家 另外一块就是这里还有一块就是 Exto提供更稳定的一个升级方式 然后其实却这个升级升级方式 其实很关键就是当你的那个服务网格 已经在生产级使用的话 因为Exto它版本现在像不断的向前迭代 那我这个版本怎么去保证在升级的过程中 那业务无感然后提供给一个 就是怎么说可回滚 一种精神圈的一个经济式的一个升级方式 那Exto的话采用精神圈的这种方式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我可以通过对业务的Limit Space 或者是POD打上不同的这个Label 比如说我给业务的这个Namespace Default打上这个Exto.io-version 的这样的一个1-1-2-4 那我就是相当于声明我这个Namespace 下面所有的业务 我需要连接到的这个控制面的版本是这个 S0.1-2 然后如果我声明的是1-13 那它就是要连接到的就是这个对应的这个 经济确的版本 反过来就是也可以支持一个 就别名就Clery? Step?這樣的一个别名 连到一个当前的版本或者是一个 经济确版本 当经济确版本 那个测试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转换 然后把精神区版本切换为单级版本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新部署的业务来说 那我新部署的业务的标签采用stable 那就会连接到单级的stable里面去 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更多的一些关于e-steal的一些能力 其实目前因为我们有云内衣 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我们可以参考社区 然后去部署一个e-steal 然后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你可以采用阿里云的这个 SenseMail快速的去创建一个 一个a-steal对应的也是e-steal 这样一个版本 去体验一下e-steal的一些能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